《红楼梦》卷四十 史太君两宴大官员 金鸳鸯三宣崖牌令 话说宝玉听了 忙进来看时 只见琥珀站在屏凤跟前 说 快去吧 立等你说话呢 宝玉来至上房 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 众姐妹商议给始香云还席 宝玉音说 我有个主意 既没有外客 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 谁素日爱吃的 剪样做几样 也不必按桌席 每人跟前摆一张高机 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 在一个石锦传心盒子 自针壶 岂不别致 贾母听了 说 很是 急命人传语出房 明日就捡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 按着人数 再装了盒子来 早饭也摆在园里吃 商议之间早又长灯 一息无话 此日清早起来 可喜这日天气清朗 李丸清晨起来 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打扫那些落叶 并擦抹桌椅 预备 预备茶酒器米 只见 风儿带了刘姥姥板儿进来 说 大奶奶倒忙得紧 李丸笑道 我说你昨日去不成 只忙着要去 刘姥姥笑道 老太太留下我 叫我也热闹一天去 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 说道 我们奶奶说了 外头的高机恐不够使 不如开了楼 把那收的拿下来 使一天吧 奶奶原该亲自来的 您和太太说话呢 请大奶奶开了 带着人搬吧 李氏便命肃云接了钥匙 又命婆子出去 把二门上小丝叫几个来 李氏站在大棺楼下 往上看着 命人上去开了坠井阁 一张一张的往下抬 小丝老婆子丫头 一起动手 抬了二十多张下来 李婉道 好生着 别慌慌张张 鬼赶着似的 仔细碰了牙子 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 姥姥也上去瞧瞧 刘姥姥听说 巴不得一声 拉了板儿登梯上去 进里面 只见乌鸦鸦的 堆着些围瓶桌 以大小花灯之类 虽不大认得 只见五彩炫耀各有奇妙 念了几声佛便下来了 然后锁上门 一起裁下来 李婉道 恐怕老太太高兴 越发把船上滑子 膏 奖 遮阳 曼子 都搬了下来 预备着 众人 众人答应着 又复开了门 瑟瑟地搬了下来 命小丝船嫁娘们 到船坞里 撑出两只船来 正乱着 只见贾母 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 李婉盲迎上去 笑道 老太太高兴 到进来了 我只当还没梳头呢 才掐了菊花 要送去 一面说 一面碧月 早已捧过一个 大河叶式的翡翠盘子来 里面养着各色褶枝菊花 贾母便捡了一朵大红的 沾了鬓上 因回头 看见了刘姥姥 忙笑道 过来带花 一语未完 凤姐便拉过刘姥姥来 笑道 让我打扮你 说着 把一盘子花 横三竖四地 插了一头 贾母和众人 笑得不住 刘姥姥笑道 我这头 也不知修了什么福 今儿这样体渊起来 众人笑道 你还不拔下来 摔到他脸上呢 把你打扮得 成了老妖精了 刘姥姥笑道 我虽老了 年轻时也风流 爱个花粉的 今儿老风流才好 说话间 已来至沁方亭上 丫鬟们抱了一个 大紧褥子来 扑在栏杆踏板上 贾母以栏坐下 命留姥姥也坐在旁边 阴问她 这园子好不好 刘姥姥念佛说道 阿弥陀佛 我们乡下人 到了年下 都上城来买画贴 时常闲了 大家都说 怎么得 也到画上逛逛 想着那个画 也不过是个假的 哪里有这个真地方 谁知我今儿 尽这园里一瞧 竟比那画上 还强十倍 怎么得有人 也照着这个园子 画一张 我带了家去 给他们见见 死了也得好处 贾母听说 指着西春笑道 你瞧我这个小孙女 她就会画 等明儿叫她画一张如何 刘姥姥听了 喜得忙跑过来 拉着西春说道 我的姑娘 你这么大年劲 有这么个好模样 还有这个能干 必是个神仙脱生的吧 贾母少些一回 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 先到了萧香馆 一进门 只见两边翠竹夹路 土地下苍台布满 中间阳长 一条石子漫的路 刘姥姥让出来 与贾母众人走 自己却走土地 琥珀拉她道 姥姥你上来走 仔细倾台滑倒了 刘姥姥道 不相干的 我们走熟了的 姑娘们只管走吧 可惜你们的袖鞋 必沾了泥 她只顾上头和人说话 不妨脚底下 锅彩滑了 咕咚一跤跌倒 众人都拍手 呵呵地笑 贾母笑骂道 小蹄子们还不掺起来 只站着笑 说话时 刘姥姥一爬了起来 自己也笑了 说道 才说嘴就打了嘴 贾母问她 可扭了腰了不曾 叫丫头们捶一捶 刘姥姥道 哪里说得我这么娇嫩了 哪一天不跌两个子 都要捶起来 还了得呢 紫娟早打起香莲 贾母等进来坐下 黛玉亲自用小茶盘 捧了一盖碗茶来 奉于贾母 王夫人道 我们不吃茶 姑娘不用到了 林黛玉听说 便命丫头 把自己窗下长座的一张椅子 挪到下手 请王夫人坐了 刘姥姥 因见窗下 岸上设着笔焰 又见书架上 垒着满满的书 刘姥姥道 这必定是哪位哥的书房了 贾母笑止黛玉道 这是我这外孙女的屋子 刘姥姥刘神 打亮了林黛玉一番 方笑道 这哪里像个小姐的绣房 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 贾母音问 宝玉怎么不见 众丫头们答道 在池子里船上呢 贾母道 谁又预备下船了 李丸盲回说 才开楼拿的 我恐怕老太太高兴 就预备下了 贾母听了方玉说话时 有人回说 姨太太来了 贾母等刚站起来 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 一面归座 笑道 今儿老太太高兴 这早晚就来了 贾母笑道 我才说 来迟了的要罚她 不想宜太太 就来迟了 说笑一回 贾母因见窗上纱 颜色旧了 便和王夫人说道 这个纱心乎上好看 过了后来就不脆了 这个院子里头 又没有个桃杏树 这竹子已是绿的 再拿这绿纱糊上 反不配 我记得 咱们先有四五样 颜色糊窗的纱呢 明儿给她把这窗上的换了 凤姐忙道 昨儿我开库房 看见大板箱里 还有好几匹银红蝉一纱 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 也有流云蝙蝠花样的 也有百叠春花花样的 颜色又鲜 纱又轻软 我竟没见这个样的 拿了两匹出来 坐两床棉纱背 想来一定是好的 贾母听了笑道 呸 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 不见过的 连这个啥还不能认得呢 明儿还说嘴 薛姨妈等都笑说 凭她怎么经过见过 如何敢比老太太呢 老太太何不教导了她 连我们也听听 凤姐儿也笑说 好祖宗 交给我吧 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 那个沙 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 怪不得她认作禅一沙 原也有些像 不知道的都认作禅一沙 正经名字叫软烟螺 凤姐儿道 这个名儿也好听 只是我这么大了 沙罗也见过几百样 从没听见过这个名字 贾母笑道 你能活了多大 见过几样东西 就说嘴来了 那个软烟螺只有四样颜色 一样雨过天青 一样秋香色 一样松绿的 一样就是银红的 若是做了杖子 忽了窗屁 远远的看着 就似烟雾一样 所以叫做软烟螺 那银红的又叫做狭影纱 如今上用的腐纱 也没有这样软烟轻密的了 薛姨妈笑道 别说凤丫头没见 连我也没听见过 凤姐儿一面说话 早命人娶了一匹来了 贾母说 可不是这个 先时原不过是呼窗屁 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背 做杖子试试 也静好 明日就找出鸡匹来 拿银红的替他呼窗子 凤姐答应着 众人看了都称赞不已 刘姥姥也屈着眼看 口里不住的念佛 说道 我们想做衣裳也不能 拿着呼窗子 岂不可惜 贾母道 倒是做衣裳不好看 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 大红棉纱袄的金子拉出来 向贾母薛姨妈道 看我的这拢 贾母 薛姨妈都说 这也是上好的了 这是如今 上用内造的 竟比不上这个 凤姐道 这个薄片子 还说是内造上用呢 竟连这个官用的 也比不上了 贾母道 再找一找 只怕还有 若有时 都拿出来 送着刘庆家两匹 犹豫过天清的 我做一个杖子挂上 剩的配上李子 做些个夹背心子 给丫头们穿 白收着没坏了 凤姐忙答应了 仍命人送去 贾母便笑道 这屋里窄 再往别处逛去吧 刘姥姥笑道 人人都说 大家子 住大房 昨儿 建了老太太正房 配上大箱 大柜 大桌子 大床 果然威武 那柜子 比我们一间房子 还大 还高 怪到后院子里 有个梯子 我想 又不上房晒东西 预备这梯子做什么 后来我想起来 定是为了开顶柜 取放东西 离了那梯子 怎么得上去呢 如今 又建了这小屋子 更比大的 越发奇正了 满屋里东西 都只好看 都可不知叫什么 我越看 越舍不得离了这里 凤姐道 还有好的呢 我都带你去瞧瞧 说着 一静离了萧香馆 远远望见 池中一群人 在那里撑船 贾母道 他们既背下船 咱们就坐一回 说着 向子灵州 了续一带走来 未至池前 只见几个婆子 手里都捧着一扇 镊丝枪金 五彩大盒子走来 凤姐盲问王夫人 早饭在哪里摆 王夫人道 问老太太在哪里 就在哪里 就在哪里罢了 贾母听说 便回头说 你三妹妹那里好 你就带了人摆去 我们从这里 坐了船去 凤姐听说 便回身 同了礼丸 探春 鸳鸯琥珀 带着端饭的人等 抄着近路 到了秋爽斋 就在小翠塘上 调开桌案 鸳鸯笑道 天天咱们说 外头老爷们 吃酒吃饭 都有个凑趣的 拿它取笑 咱们今儿 也得一个女亲客了 李丸是个厚道人 听了不解 凤姐却知 说的是刘姥姥了 也笑说道 咱们今儿 就拿它取个笑 二人便如此 这般商议 李丸笑劝道 你们一点好事 也不做 又不是个小孩 还这么淘气 仔细老太太说 鸳鸯笑道 很不与大奶奶相干 有我呢 先有丫鬟 端过两盘茶来 正说着 只见贾母等来了 各自随便坐下 先有丫鬟 端过两盘茶来 大家吃壁 凤姐手里 拿着西洋布手巾 裹着一把 乌木三香银柱 按喜摆下 贾母音说 把那张小楠木桌子 抬过来 让刘亲家 挨着我这边坐 众人听说 忙抬了过来 凤姐 一面地眼色 与鸳鸯 鸳鸯便忙 拉刘姥姥出去 悄悄地 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 又说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若错了 我们就笑话呢 调停已闭 然后归座 薛姨妈 是吃过饭来的 不吃 只坐在一边吃茶 贾母带着 宝玉香云 待玉宝钗一桌 王夫人带着 迎春姐妹三人一桌 刘姥姥挨着贾母一桌 贾母素日吃饭 皆有小丫鬟 在旁边拿着树鱼 竹尾 金帕之物 如今鸳鸯 是不当这差的了 今日 偏接过竹尾来扶着 丫鬟们 知她要搓弄刘姥姥 便躲开让她 鸳鸯一面视利 一面地眼色 刘姥姥道 姑娘放心 那刘姥姥入了座 拿起柱来 沉甸甸地不服手 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 单拿了一双老年四楞 象牙相襟的筷子 与刘姥姥 刘姥姥见了 说道 这插把子 比我们那里的铁仙还沉 哪里拿得动他 说得众人都笑起来 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 一个丫鬟上来接去盒盖 里面盛着两碗菜 李丸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 凤姐偏盖 贾母这边说声请 刘姥姥便站起身来 高声说道 老刘老刘 食量大如牛 吃个老母猪 不抬头 自己却鼓着腮帮子不语 众人先还发症 后来一听 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 香芸撑不住 一口茶都喷了出来 林黛玉笑叉了气 扶着桌子只叫 哎哟 宝玉滚到贾母怀里 贾母笑得搂着叫心肝 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 却说不出话来 薛姨妈也撑不住 口里的茶喷了探春一裙子 探春手里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 西春离了座位 拉着她的奶母叫揉一手肠子 地下无一个不弯腰曲背 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 也有忍着笑 上来替她姐妹换衣裳的 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 还只管让刘姥姥 刘姥姥拿起柱来 只觉不听屎 又道 这里的筋儿也尊 下的只蛋也小巧 怪尊的 我且得一个 众人方住了笑 听见这话又笑起来 贾母笑得眼泪出来 只忍不住 琥珀在后垂着 贾母笑道 哈哈哈哈 这定是凤丫头醋侠鬼闹的 快别信她的话了 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 凤姐儿笑道 一两银子一个呢 你快尝尝吧 冷了就不好吃了 刘姥姥便伸筷子要夹 哪里夹得起来 满碗里闹了一阵 好容易搓起一个来 才伸着脖子要吃 偏有滑下来 滚在地下 忙放下筷子 要亲自去捡 早有地下的人 捡了出去了 刘姥姥叹道 一两银子 也没听见个响声 就没了 众人以眉心吃饭 都看着她取笑 贾母又说 谁这会子 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 又不请客 摆大宴席 都是凤丫头之使的 还不换了呢 地下的人 原不曾预备这牙柱 本是凤姐 同鸳鸯拿了来的 听如此说 忙收了过去 也照样换上一双 乌目相淫的 刘姥姥道 去了金的 又是银的 到底不及俺们 那个扶手 凤姐道 菜里若有毒 这银子下去了 就试得出来 刘姥姥道 这个菜里有毒 我们那些 都成了披霜了 哪怕毒死了 也要吃尽了 贾姥姥见她如此有趣 吃得又香甜 把自己的菜 也都端过来 与她吃 又命一个老妈妈来 将各样的菜 给板儿 夹在晚上 一时吃弊 贾姥等 都往探春卧室中 去闲话 这里收拾残桌 又放了一桌 刘姥姥看着李丸 与凤姐儿 对坐着吃饭 叹道 别的罢了 我只爱你们家 这行事 怪盗说 李出大家 凤姐儿忙笑道 你可别多心 才刚不过 大家取乐 一言未了 鸳鸯也进来笑道 姥姥别脑 我给你老人家 赔个不是 刘姥姥笑道 姑娘说哪里话 咱们 哄着老太太开个心 可有什么脑子 可有什么脑子 你先嘱咐我 我就明白了 不过大家 起个笑 我要心里脑 也就不说了 鸳鸯便骂人 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 刘姥姥忙道 才刚那个嫂子 倒了茶来 我吃过了 姑娘也该用饭了 凤姐儿便拉鸳鸯 坐下道 你和我们吃吧 省得回来又闹 鸳鸯便坐下了 婆子们天上晚住来 三人吃壁 刘姥姥笑道 我看你们这些人 都只吃这一点就完了 亏你们也不饿 怪到风都吹得倒 鸳鸯便问 今儿剩的不少 都哪里去了 婆子们道 都还没散呢 在这里等着 一起散与他们吃 鸳鸯道 他们吃不了这些 挑凉丸 给二奶奶屋里 平丫头送去 凤姐道 她早吃了饭了 不用给她 鸳鸯道 她吃不了 喂你的猫 婆子听了 忙捡了两样 拿盒子送去 鸳鸯道 素云哪里去了 李丸道 他们都在这里 一处吃 又找她做什么 鸳鸯道 这就罢了 凤姐道 席人不在这里 你倒是 叫人送两样 给她去 鸳鸯听说 便命人 也送两样去 鸳鸯又问婆子们 回来吃酒的船盒 可装上了 婆子道 想必还得一会子 鸳鸯道 催着心 婆子答应了 凤姐等来自探春房中 只见他娘们正说笑 探春 素洗阔廊 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 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 岸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 并数十方宝燕 各色笔筒 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 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乳窑花囊 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橘 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香阳烟雨图 左右挂着一幅对联 乃是阎鲁公墨迹 齐连云 阴霞咸骨骼 全时夜生涯 岸上设着大顶 左边紫檀架上 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 盘内藏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 右边阳漆架上 悬着一个白玉笔木庆 旁边挂着小锤 那板儿略熟了些 便要摘那锤子要鸡 丫鬟们忙拦住它 它又要那佛手吃 探春捡了一个与它 说 玩儿吧 吃不得的 东边便设着卧榻拔布床 上旋着 葱绿双锈花卉草虫的沙杖 板儿又跑来看 说 这是锅锅 这是蚂蚱 刘姥姥忙打了它一巴掌 道 下座皇子 没干没净的乱闹 倒叫你进来瞧瞧 就上脸了 打得板儿哭起来 众人忙劝解方霸 甲姥姥 因隔着沙窗后 往院内看了一回 因说 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 只是细些 正说话 呼一阵风过 隐隐听得 谷月之声 甲姥问 是谁家去亲啊 这里临街道尽 王夫人等笑回道 街上的哪里听得见 这是咱们的那十来个女孩子 演习吹打呢 甲姥便笑道 寄他们眼 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 他们也逛一逛 咱们可又乐了 凤姐听说 盲命人出去叫来 又一回 吩咐摆下条桌 铺上红毡子 甲姥道 就铺排在 偶香蟹的水亭子上 借着水音更好听 回来咱们就在 坠井阁底下吃酒 又宽阔 又听得近 众人都说 那里好 甲姥向薛姨妈笑道 咱们走吧 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 生怕啊在了屋子 咱们别美眼色 正经坐回子船 喝酒去 说着大家起身便走 探春笑道 这是哪里的话 求着老太太 姨妈太太来坐坐 还不能呢 甲姆笑道 我的这三丫头 我说了 只有两个育儿 可恶 回来吃醉了 咱们偏往他们屋子里闹去 说着 说着众人都笑了 一骑出来 走不多远 已到了姓业主 那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 早把两只唐木方撑来 众人扶了贾母 王夫人 薛姨妈 刘姥姥鸳鸳鸯 玉串上了这一只船 那后李丸也跟上去 凤姐也上去 立在船头上 也要撑船 贾母在舱内道 这不是玩的 虽不是合理 也有好身的 你快给我进来 凤姐笑道 怕什么 老祖宗只管放心 说着便一高点开 到了池当中 船小人多 凤姐只觉乱晃 忙把高子弟与嫁娘 方蹲下去 然后迎春姊妹等 并宝玉上了那只 随后跟来 其余老妈妈 众丫鬟 据言和随行 宝玉道 这些破荷叶可恨 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 宝钗笑道 今年这几日 何曾饶了这园子 闲了一些 天天逛 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 林黛遇到 我最不喜欢李易山的诗 只喜他这一句 留得残河 听雨声 偏你们又不留着残河了 宝玉道 果然好句 以后咱们别叫拔去了 说着 已到了花絮的裸岗之下 觉得阴森透骨 两滩上摔草残林 更注秋幸 贾母因见岸上 轻煞矿浪 便问 这是薛姑娘的呼子不是 众人道 是 贾母盲命拢岸 顺着云布石梯上去 一同进了横无院 只觉一箱扑鼻 那些起草仙藤 越冷越苍翠 都结了石 似珊瑚豆子一般 累垂可爱 即进了房屋 雪洞一般 一色的丸弃全无 岸上只有一个土定瓶 中供着树枝菊花 并两部书 茶莲 茶杯而已 床上只吊着青纱账漫 青树也十分朴素 贾母叹道 这孩子太老实了 你没有陈设 何妨和你姨娘要些 我也不理论 也没想到 你们的东西 自然在家里 自然在家里 没带了来 说着 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 又撑着凤姐儿 不送些丸器来与你妹妹 这样小气 王夫人凤姐等都笑回说 她自己不要的 我们原送了来都退回去了 薛姨妈也笑说道 她在家里 她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 贾母摇头道 使不得 虽然她醒世 躺来一个亲戚 看着不像 二则年轻的姑娘们 屋里这样肃静 也忌讳 我们这些老婆子 越发该住麻眷去了 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 小姐们的绣房 精致的还了得呢 他们姊妹们 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 也不要狠离了阁 有现成的东西 为什么不摆 若很爱肃静 少几样到使得 我最会收拾屋子的 如今老了 没这闲心了 他们姐妹们 也还学着收拾的好 只怕俗气 有好东西也摆坏了 我看他们还不俗 如今等我替你收拾 包管又大方又肃静 我的踢几两件 收到如今 没给宝玉看见过 若经了她的眼 也没了 说着叫过鸳鸯来 吩咐道 你把那石头盆井 和那架沙兆瓶 还有个墨烟冻石顶 这三样摆在这岸上 就够了 再把那水墨字画 把白鳞杖子拿来 把这杖子也换了 鸳鸯答应着 笑道 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 不知哪个箱子里 还得慢慢找去 明儿再拿去也罢了 甲母道 明日后日都使得 只别忘了 说着坐了一回 方出来 一径来至坠井阁下 文官等上来请过安 因问 演习何去 甲母道 只捡你们熟的 演习几套吧 文官等下来 王偶相谢去 不提 这里凤姐已带着人摆设奇整 上面左右两张榻 榻上都铺着锦音绒垫 每一榻前两张雕漆尖 也有海棠式的 也有梅花式的 也有荷叶式的 也有葵花式的 也有方的 也有圆的 其事不一 一个上面放着炉瓶一份 传合一个 上面二踏四姬 是甲母薛姨妈 下面一姨两姬 是王夫人的 语者都是一姨一姬 东边留老了 留老了之下便是王夫人 西边便是史香云 第二便是宝钗 第三便是黛玉 第四迎春 探春西春 哀四下去 宝玉在末 李丸凤姐二人之鸡 设于三层剑内 二层杀厨之外 传合是样 一随鸡之是样 每人一把乌银扬赞自珍壶 一个石锦法郎杯 大家坐定 甲母先笑道 咱们先吃两杯 今日也行一个令 才有意思 薛姨妈笑说道 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 我们如何会呢 安心要我们醉了 我们都多吃两杯 就有了 甲母笑道 姨太太今儿也过签起来 想是燕我老了 薛姨妈笑道 不是签 只怕行不上来 倒是笑话了 王夫人忙笑道 便说不上来 只多吃了一杯酒 醉了睡觉去 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 薛姨妈点头笑道 一令老太太 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 甲母笑道 这个自然 说着便吃了一杯 凤姐儿 凤姐儿忙走至当地 笑道 既行令 还叫鸳鸯姐姐来行 更好 众人都知 甲母所行之令 必得鸳鸯提着 故听了这话 都说 很是 凤姐便拉了鸳鸯过来 王夫人笑道 既在令内 没有站着的礼 回头命小丫头子 端一张椅子 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 鸳鸯也半推半就 卸了座 便坐下 也吃了一盅酒 笑道 酒令大如军令 不论尊卑 唯我是主 唯了我的话 是要受罚的 王夫人等都笑道 一定如此 快些说 鸳鸯未开口 留姥姥便下席 白手道 别这样捉弄人 我家去了 众人都笑道 这却使不得 鸳鸯鸯 鸳鸯鹤令小丫头子们 拉上席去 小丫头子们也笑着 果然拉入席中 刘姥姥只叫 饶了我吧 鸳鸯道 再多言的 罚一壶 刘姥姥方住了 鸳鸯道 如今我说骨牌付 从老太太起 顺领下去 至留姥姥指 比如我说一副 将这三张牌拆开 先说头一张 次说第二张 说完了 合成这一副的名字 无论诗词歌赋 成语俗话 比上一句都要合运 错了的 罚一杯 众人笑道 这个令好 就说出来 鸳鸯道 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张天 贾母道 头上有青天 众人道 好 鸳鸯道 当中是个五合六 贾母道 六桥梅花香彻骨 鸳鸯道 剩了一张六合腰 贾母道 一轮红日出云霄 鸳鸯道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 贾母道 这鬼抱住钟馗腿 哈哈哈哈 说完 大家笑着喝彩 贾母饮了一杯 鸳鸯又道 又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个大长舞 薛姨妈道 梅花朵朵风浅舞 鸳鸯道 右边是个大舞长 薛姨妈道 十月梅花领上香 鸳鸯道 当中二舞是杂七 薛姨妈道 织女牛郎会七夕 鸳鸯道 凑成二郎 有五月 薛姨妈道 是人不及 神仙乐 说完 大家称赏 饮了酒 鸳鸯又道 有了一副了 左边长腰 两点鸣 香云道 双旋日月 照乾坤 鸳鸯道 右边长腰 两点鸣 香云道 咸花落地 听无声 鸳鸯道 中间还得腰四来 香云道 日边红杏 以云栽 鸳鸯道 凑成一个 樱桃酒熟 香云道 玉圆却被鸟咸出 说完 饮了一杯 鸳鸯道 有了一副了 左边是长三 宝钗道 双双双燕子 雨凉间 鸳鸯道 右边是三长 宝钗道 水性千锋 翠带长 鸳鸯道 当中三六九点在 宝钗道 三山半落 青天外 鸳鸯道 凑成铁锁 炼孤舟 宝钗道 处处风波 处处愁 说完隐蔽 鸳鸯又道 左边一个天 黛玉道 凉尘美景 奈何天 宝钗听了 回头看着他 黛玉只顾怕乏 也不理论 鸳鸯道 中间锦瓶 颜色翘 黛玉道 纱窗也没有红娘抱 鸳鸯道 剩了二六八点齐 黛玉道 双瞻玉坐 尹朝仪 鸳鸯道 凑成篮子 好采花 黛玉道 仙帐香挑 勺药花 说完 饮了一口 鸳鸯道 左边四五成花酒 迎春道 桃花待雨浓 众人笑道 该罚 错了运 而且又不像 迎春笑着 饮了一口 原是凤姐和鸳鸯 都要听 刘姥姥的笑话 故意 都命说错 都罚了 至王夫人 鸳鸯代说了一个 下边该刘姥姥 刘姥姥道 我们装着闲了 也常会几个人 弄这个 可不如 这么说得好听 少不得 我也试一试 众人都笑道 容易说的 你只管说 不相干 鸳鸯笑道 左边大四 是个人 刘姥姥听了 想了半日 说道 是个庄稼人吧 众人哄堂笑了 贾母笑道 哈哈哈哈 说得好 就是这样说 刘姥姥也笑道 嘿嘿 我们庄稼人 不过是现成的本色 众位姑娘姐姐 别笑 鸳鸯道 中间三四 绿配红 刘姥姥道 大火烧了毛毛虫 众人笑道 这是有的 还说你的本色 鸳鸯笑道 右边腰四 真好看 刘姥姥道 一个萝卜 一头蒜 众人又笑了 鸳鸯笑道 凑成便是 一枝花 刘姥姥两只手比着 说道 花儿落了 接个大窝卦 众人大笑起来 只听外面乱嚷嚷的 合适 且听下回分解